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要来先讲先经流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工程项目的建设和投资的生产的过程中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投入的是一系列的这个钢筋混凝投资厂房 或者是行星设计的设备 那我们产出的是什么呢 分负多彩的这种各种产品或者是服务 那么我们怎么去衡量我们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这种效果 那么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就是现金 所以那希望大家呢在这堂课里头呢 能够非常认真地来学习现金流的概念 怎么在项目楼桌去表示它的这个现金 那么我们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 现金流的概念以及现金流的表示 首先我们来看现金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理解的现金呢 指的是银行发行的纸币或者是硬币 但是在工程经济分析里头 我们所指的现金呢指的是现金及其等价物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库存的现金 银行的存款或者其他类型的货币的形式呢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现金 那么工程项目的现金呢 它是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 我们把这种现金的改变就称之为现金流 那么现金流指的就是工程项目在它的全生命周期内 所发生的现金的流入或者是流出 我们就称之为现金流 那么对于流入到项目的资金呢 我们称为现金流入 通常情况下呢用正号表示 对于流出项目的资金呢 那我们叫做现金流出 那么我们以负号表示 那么在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之间呢 存在一个差值 这个差值呢我们称作为净现金流 那么这是现金流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看一个例子 那么在项目的一个现金流里头 比如说某一个项目 它的第一年年初存入100万 大家脑子里要跟到我想 第一年年末它收益了200万 第三年年初它再投入100万 第三年到第六年 每年分别收益200万 到了第七年收入300万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你的脑子里头是不是有很多的数字 出出净净对吧 那么它很很难去理解和记忆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描述项目投资过程中的 现金流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我们讲两种 这两种呢分别是现金流量图和现金流量表 首先呢我们来看现金流量图 这个所谓的现金流量图呢 就是以规定的图形形式 所表示的现金流的一种方式 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刚才的例子为例 那这就是一个刚才那个案例的现金流描述的一个现金流量图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形呢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那么对着这个图呢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来制作一个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图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几方面的要点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横轴 现金流量图的横轴呢 它表示的是向现金流入或流出的一个一个的时间点 因此横桌标的单位是时间单位 我们可以用年月旬周日等等 总之它都是时间单位 当然如果你要用分钟的话 就有点夸张了对吧 那无论如何那么横轴呢 它说这是个时间单位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纵轴 纵轴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上只有两种线头形式 对吧 一个是向上的 一个是向下的 那么向上的呢 就是现金流入 向下的呢 就是现金流出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于 我们在做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画在对应的时间节点上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案例 第一年年初 它有一个现金流出 是项目资金向外流出 现金流出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向下箭头的100 那么到了第一年年末 项目投资了对吧 有收益了 那么它就有现金流入 那么这个现金流入呢 是200 那么我们就要在第一年的年末的时间点上 去标一个200 那么到了第二年的啊 就是说年末 或者是第三年的年初 我们有再投入项目的100 那我们就在这个第三年的年初 也就是第二年的年末 去标一个现金流出 向下的箭头100 那么依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逐一的去标识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它的现金流入 那么在这个现金流入里头呢 现金流量图里头呢 还需要强调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时间节点的假设呢 它的这个零点表示的是年初 那么一这个地方呢 表示的是年末 然后那么每一个数字的标识的地方 比如说二三四五六七 分别对应的是那一年的年末 也就是第二年的年初 这一点大家在化现金流量图的时候呢 务必要注意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 这个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在化现金流量标识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下面三点 首先第一个横轴 是一个时间单位的节点的一个标识 那么它的纵轴呢 有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并且要与横轴垂直 那么我们如果画的讲究一点呢 这个线段的长度 就表示现金流的大小 那么方向呢 是务必要与它的流入 和流出对应 我想掌握以上三点 那么在化一个现金流量图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准确的 能够表达 向我们的现金流 那么以刚才这个例子为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现金流量图呢 就像下面这个图形所示 有这个横坐标的时间节点 一共是七年 然后向下 向下的现金流出 有两笔 分别是在第一年年初 第三年年初 对吧 我们把第三年年初的那个100 要标到第二年的年末 它们是相同的时间节点 那么其他的年份呢 就是在每年年末 都会有一个现金流入 请大家务必记住 要把相应的箭头 标在对应的时间节点上 这一点在画现金流量图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第二种现金流的表达方式呢 就是现金流量表 那么现金流量表呢 它是以规定的表格的形式 来去表示现金流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看这个呢 就是一张 就是盖要的现金流量表 那么我们在画现金流量表的时候呢 要非常注意啊 就是这个表头 以及要把正确的数字 填到正确的位置上 这是在做现金流量表呢 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 那么通常情况下 一个现金流量表的表头 有哪五部分呢 计算期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进行年金流量 累计进行年金流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计算期 计算期呢 它跟这个 现金流量图是一样 表示的是现金流入 或者流出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必须要把它清晰地标示出来 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 那么它是七年 从第零年开始 就是相当于第一年年初开始 七年结束 它的计算期呢 就是七年 那么相对应的呢 我们把现金流入 就是项目的收入 标示在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把现金流出 也标示在相应的位置上 比如说第一年年初 我们有现金流出 对吧 那我们就标一个负的100 在第零年年初的 现金流出的位置上 那么依此 我们就可以标出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到第六年 以及第七年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因为显示的问题呢 我就把第三年和第六年进行了合并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在每年年末 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现金流入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来表示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个阿力的现金流入 和它的现金流出 那么有了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进现金流量 那么进现金流量呢 那么我们因为在这个表格里头呢 我们已经标识出了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符号 对吧 那么进现金流的计算呢 我们需要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就OK了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标识这个符号呢 我们需要把现金流入 减去现金流出 才可以得到一个进现金流 因此呢 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则 我们就可以逐年的去填出 每一年的进现金流量 比如说第一年年初 它等于零加负一百 对吧 那就等于负一百 那么到了最后一年年末 它是现金流入挣三百 加上零的现金流出 第七年的进现金流 就是挣的三百了 那么有了这样子 进现金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进现金流的基础上 逐年的来计算 累计的进现金流量 那么这个累计的进现金流量呢 是把每一年的进现金流 逐年降价 那比如说第一年年初 就它自己 对吧 那么它就是负的一百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写下来 那么到了第一年年末呢 因为它有一个进的 现金流的两百的流入降价 那么到在第一年的年初呢 你有一个负的一百 那第一年年末的 累计进现金流是多少呢 那当然就是一百了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则 那我们可以一次的把 这个七年的累计进现金流量 逐年累加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第七年年末的 累计的进现金流量 就是多少呢 一千一百万 那么在这里头 我们看到就是说 第三年到第六年呢 因为它是四个两百 对吧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的 加在了一起 那么这样就累计下来呢 就是我们说的 累计的进现金流量 那么这上面呢 我们谈到了 现金流的两种表示方式 现金流量图 现金流量表 那么我们来用一个案例 同一个案例来对比一下 就是说现金流量图 现金流量表 它之间的有一些特点 当然对于现金流量表来说呢 需要再强调一点 就是说 它的这个表头 是规定好的 相对固定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到的 就是说把正确的数字 填到正确的位置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 现金流量表 那么有了现金流量图 和现金流量表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么首先看现金流量图 这个现金流量图呢 相对来说 它是非常直观的 而且一目了然 对吧 它很清晰地可以表达 这个项目的现金流入 和现金流出 以及它准确发生的时间节点 当然这一切都要在你 准确地绘制 现金流量基础上 才可以完成 那么对于现金流量表来说呢 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 同样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 项目的现金流入 和现金流出 与现金流量图相比而言 它的最大优势在于 我们可以用现金流量表 在计算机里头展开 一系列的计算 对吧 那么现金流量图 计算机就不太好操作 可是现金流量表呢 那么我们可以用现金流量表 做一系列的计算 你看比如说进现金流量 累积的现金流量 那么这都是现金流量表的优势 那么在后面的章节呢 我们会进一步地来讲解 现金流量表及其应用 那么本节的支持点呢 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